这一周 第四周 第四周这里 在这里 第四周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把 第六章的 坎德路讯 细网可以把它讲完 第六章有一些 但是第六章有些很重要 那我上次有讲是 那个 本来是讲第五章 再讲第六章 因为那个这本书 编台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第六章 它convolution放在第六章 那实际上第六章 实际上就是第六章是 影像处理里面第六章 那个convolution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 那个戏烟面的东西 就是订得你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所以为什么叫convolutional 为什么叫convolutional 就是我要讲给你的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feature那一点 所以我会先讲第六章 再回来讲第五章 对 那所以今天主要就讲第六章 那我们是第四周 那我们第七周会有convolutional network 有五梯 那比较属于 实用的 就是实用性的convolutional network 我的convolutional network都比较实用的 再讲这边 那我们继续上次 上次这边 这边是第三章这边 第三章这边 那我主要是要跟你们讲一下 从最基本的影像的 懂一下影像 所谓影像就是 两种的一个video audio 影像就是image跟video 单张的叫image 那video就是你们录录的东西 这video 那video就是有压缩嘛 两个h.26264 现在是h.265 会压缩sequence 那这些压缩的东西 video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转回来 变成imagesequence 这两个不一样 video是指 就一个档案嘛 什么点AVI档 点MP4档 这是一支video 但是任何video 我们通常在做出的时候 当你可以 OpenCV都有帮你支援这些软件 那我们通常会把video 先转到变成单张单张image 因为是video 假设有10秒钟 1秒钟有30个frame 那就300张 那有软件可以帮你把video转成 叫imagesequence 就变300张张一张张这样子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可以读imagesequence进来处理 单张单张处理 那也可以 但是我确定是在做 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在做的时候 先从imagesequence来做 因为还知道哪一张出问题 那等到imagesequence 做大概都没问题的时候 你之后就可以用video 来做就是这个 那video它读进来也是 单张单张单张读了 重点是在当你做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的时候 它是imagesequence 就是一次 可能一张就RGB三个圈 一次读一张读一张 这样张单进来 它不是videosequence 所以你还是要做 那个imagesequence 那我们这里 因为不管是video image都用image单位来做 那这里我就要讲这个 整个image的format 叫它格式 那上次有提到有这些格式 上次有提到 上去 上次我大概简单提一下 那这里有个重点 要讲我讲的时候 记得 因为这是数位化的 因为电脑 你在做电脑的时候都数位化 数位化的话 不是零就一吗 不是零一 但是当你读进来电脑里面 我们会再零跟一 因为是8bit 就是我们以8bit为局域的话 那事实上会切成256个等分 那我们所以就称为 这灰叫灰阶值 不是binary 不是只有两个 就是零过一 但是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灰阶值 灰值的话变成零到二五 那就是有变成除了 零是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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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是最白 这不是我们定义吗 这是大家这样定义 那中间就有灰阶值 会有监禁的灰阶值 那我们之后记得 之后在谈这个我们讲convolution的时候 就是如何把这些边缘把它萃取出来 A叫h h detach 那边缘萃取出来你会发现 你看我本来是只有写一个A 就是黑白分明 可以转回转到这种影像的 你视觉看 视觉看是 它基本上你写的时候也是定义成 脸跟脸 就照相机照的时候 也是 就是你写的时候 假设你写的时候 你写的时候是 不是黑就是白 所以你照相机照了以后 你会发现 中间就灰阶值出现了 它有些值是介于 也就灰灰的这样子 这旁边这个 就介于全黑跟全白之后 就这么会形成 那这时候你如果做边缘政策的时候 就没办法把这个边缘切得很漂亮 这个边缘就有时候 像这个比较黑一点 那边缘可能切到这里 假设这个白一点 你边缘就切到里面来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做Edge Detention的时候 它不会是什么事 它会这样偏远 造成你发一条线值值得 像这个发一条线值值得 你在做边缘政策的时候 有可能这里是这样 这条线值这里来 然后再来 这个是比较白 所以还是继续 在这个边缘 边缘在这里 因为边缘 然后再去跑出来 跑到这里来 所以它的一条直线 你之后透过相机 去做Edge Detention 它一条直线会变成这样 有时候会这样左右这样飘 飘去 它会飘 飘多少 通常是正负一个pix 就三个pix 一条直线它有时候飘到右边 有时候飘到这边来 所以一条直线在电脑存的时候 它不会一条直线 它赶快飘到右边正一个pixel 左边负一个pixel 这样子 这就是电脑 所以在做高精密度的 像我们跟公司在做那种高精密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先让你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 尤其你在我在拍这种 用摄影机取向 任何scanner sensor取向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大部分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结果 在做高维度的政策 那剩下部分我就是要跟你讲说 这些资讯藏在影像的那里 我们把一张影像读出来 按右键就properties 性质 properties properties就是任何一张 上次提到 任何一张影像 按右键properties 它就会出现这个 那这些资讯在哪里 那现在 我这个有点比较旧 现在新的 这些资讯好不好 GPS 它会希望 你拍照 spend的时候 它会自动征测 它今天都问你说 你的 那个位置在哪里 你要不要让公开你的位置 就是给它知道 那你公开位置的时候 你在这个全世界的那个 那就是那个 叫什么 水平 那个GPS上面会帮你定位 那个资讯全部会 就纬度 纬度跟精度就会存在这里面 都会知道 那我这场课最主要跟你讲说 那影像是存在哪边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像基本上是 8个bit 以8个bit 8个bit 为主 那8个bit 大概是2的8次 2的8次 就是256等 所以会切成256等分 这样子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是 在这里面 你去powerpoint 点一点powerpoint 在这里 到这里来 这有个 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 自定这里 这里就会跟你讲 你点的那个位置是 这个位阶纸在这里 这可以拉的 明暗程度是在这里 因为它是灰阶纸 所以实际上是3个加起来 但是不是3个加起来 可能除以3 不是哦 你不要说灰阶纸等于 R加G加V除以3 这是错的 它有个比率 open series也跟你讲 有个比率 这比率它是对的 那蓝光在这里 你会影响到你湿力的蓝光在这里 那这个是色彩 这是色彩 那色彩 这里不动 把它弄到 HSP 洞面 这色调 tone 这色调在这里 就是 红色彩绿蓝电子 就tone这里改变 就是说 RG B本身 每个R 本身也是会阶纸 G本身也是会阶纸 B也是会阶纸 另外一个domain 在这里 色彩 然后这是鲜艳 鲜艳程度在饱和度 鲜艳程度在饱和度 那亮度就是你的黑白程度 这个就跑了 那所以亮度基本上是受光线影响 所以 你在RGB domain 你在这个RGB domain的时候 在这个domain的时候 它这个三个颜色是混在一起 混不开的 但是这RGB三个颜色 是可以分得开的 你要转到 这是色彩 这是混色 到这边就比较 这红色在这里 最上面 然后再往绿色走 但是混色 那所以RGB是混色 这三原色那是混在一起 然后转到HS 你要懂Hue Saturation 然后L是Light Illumination 有时候叫V V就是那个Value 所以你要把色彩分开 转到HSP的网面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Storm 那个有数学是 在OpenSea有数学是可以转的 那这就红尘红绿的电子 七彩 那七彩我们讲一下 刚讲说2的8次方 2的8次方 8个bit 那就是256 表示这里会切256 就红尘红绿的电子 会切256等分 那如果买电视的话 那日本的电视比较好 就2的12次方 所以这里就会切成12等分 那我不知道现在 做到多鲜艳 比12的bit还鲜艳 所以在买电视的时候 同样 松尼的电视 松尼电视有台式的 跟日本制的 那为什么日本制的贵很多 因为那个晶片是日本做的 所以它可能2的16次方 那台式的2的12次方 所以鲜艳程度就不一样 一分钱一分货 这样子 那这饱和度也是一样 饱和度我们是2的8bit 就分成256等分 那如果12bit 就2的12次方等分 这样子 色彩就很鲜艳 那这个不要跟 我讲的这个 你不要跟那个4K 8K混在一起 不一样 我上次有讲的 上次上个讲义嘛 4K 8K 那个是解析度 就是这个电视 摄影机 它有几个pixel 那是pixel的个数不一样 跟这个不一样 那不要混在一起 好 那回到这边 我们来看这里 所以在色彩里面 每一个pixel 如果是灰阶磁的 灰阶磁的话 黑白的话 那就是一个 这里每一个pixel pixel picture element 它就2的8次方 就0到25 它如果是彩色的话 一个pixel就有R G B 它是三个channel混在一起 所以这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这么多色彩变成这样子 它是层在层的 所以是8bit 加8bit加8bit 832的4次方 2的14次方 这色彩就会有2的14次 2次次方的混合 这8 8加8加8 832的4 2的24次方的混合 变化这样子 来继续 那这里要以这个例子来讲 再回到这边 以这一张图的例子来讲的话 那任何一张图 那我们如果以 我刚刚有讲 你图有这些格式 那它怎么知道 那它怎么知道 这些图的本事 它怎么知道 你给它图 电脑怎么知道它什么格式 这就跟你的编码器有关 所以你在看那个video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video 你的那个player 可以play 可以播放 有些video的player不能播放 就是它会在这一张影像里 你把这一张影像 用软体 有些软体把它读出来 这是在记忆体的位置 这16经纬的 H16经纬 这是你的码 是每两个8个bit 44 所以这是一个byte 所以要跟你讲 前面14个byte 这14个byte 会存放 我们这叫headify 任何的不管是video 或是你的那个 你自己做database video audio也是一样 它都有一个header file header file就是 同意就是 在你的原始档案的前面 它会存放一些资讯 会在这里面 那这个有包括 有14 这14个byte 这个颜色 这总共16 16经纬 所以一个byte 两个byte 三个byte 这样子就是 16个byte 第二行就 再16个byte 那这个解码 这ASCII code 好像 没有在教了 你看程式设计 会讲ASCII code 好 那这样 第一个 这算是 那个 经过ASCII code 对照 这里会VM 对 这是VM format 这里 这解码 VM format 就在这里 这VM 那你有回到 刚刚的 第四页这边 这些format 它到底是什么档案 档名 格式的 它在前面这两个 这个byte 这里 会跟你 会放在这里 它就知道这是什么格式 那 绿色这一块 就是在放 你的解析度 带来我们讲的解析度的 解析度的资讯 那再来这个调色 这是调色板 什么叫调色板 这里 什么叫调色板 就是说 我们 这是公子 我们这个显示器 也有个调色板 你要显示那颜色 那你当你这个 这是 这是我们讲 红橙黄绿蓝点子 当你把这调色板 我以前有教学生玩这个 把这颜色改掉的话 你把它红色改成 蓝色它就整个 变成电导 就是调色板 在这里 那所以 显示 显示器会 在读那个调色板 类似度的 这样子 它会把相对的颜色 显示出来 现在时间换 就是没有讲那么多 好了 我们回来看第一个 就是 包括 这是header 所以有三种header file 所以有三种header file 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调色板 是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调色板 在这里 那这第一个调色板 里面放什么东西 总共 第一个调色板 14个byte 里面 放东西 就是包括 刚刚讲的 你是什么格式 它是bm格式 对 那它bm file 那这两个空起来 空的东西 没有放东西 就保留下来 所以上这边都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 那意思是说 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你可以 可以放病毒在里面 你把病毒放到里面去 那你不小心打开 打开的时候 这病毒就开始跑出来 从你prayer那边开始 然后就开始 攻进来这样子 所以这很多保留的 位置是没有东西的 那这14个byte以后 在下面这个 上就是 再继续看 那这opencv都把这个格式 写好了 你只要读那个 这headed file 它把这个格式写好 因为它有规定 前面14个是放 一般的format 后面40个 它放什么 像 前面4个byte 它是放 到底是 就是这里 然后windows多少 可以读 超过windows多少 不能读 然后就windows 然后这是 宽 影像的宽 跟高 放在这里 然后它是什么压 这是它哪一座压缩 影像size 影像size 全部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 一公尺有几个 几个 那个dots 放在这里 就刚刚那个bit 那个什么 那个dot per inch 比如说是把dot per inch 就放在这边 这样子 dots per meter 或 per inch 放在这里 一个水平 一个垂直 所以这些资讯 这些资讯 当你在把照相机 那照片存下去 都会把这些资讯 写上去了 就存在同样的照片里面去 那现在 因为这里还是有些 空的地方上 它有时候问你说 这张照片里面 可能有哪些人 有哪些人 有哪些人 或是拍的人是谁 实际上都会有时候 是放在那种 它要保留一些位置 可以这样放 不是你放了 它会放置 你只要写进去 它就帮你 输入它 它就帮你自动存到这里面 这样子 那后面就是调色法 要把我们就讲 不会讲太多 就是跟这个显示 就是 意思是说 000 什么叫调色法 就是这个 再回到 指定 这是这条色版 就什么 颜色叫 这是红色的 它对应的 不是我可能 不是我可能 这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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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0 在这里 但是你有把 把这个 100的地方 改成另外一个指的话 就乱掉 整个乱掉 所以那个是可以改的 就对应出来的 颜色不是你要的 这样子 那再回到 下一页 再来是说 一张影像 这是概念 一张影像 叫一个 RA W 一个RA 那这个 假如这张影像是 是682个pixel 乘上440个pixel 680个pixel 乘上440pixel 因为一个pixel 事实上是有 三个RG 三个Byte 所以一个pixel 以这个宽来 以这个宽度来讲 就是680个pixel 还有占掉 刺掉三个Byte RG 三个Byte 所以它总共 刺掉记忆体 二有四个Byte 是这样算的 那 这里有个东西就是说 因为为了 使电脑读 你们可能不会感觉到 但是 当你在做迁入式系统 是考虑到速度的时候 读到速度的时候 它这个会 二的 power of two 这个宽度 会用power of two 的方式来 或是四的倍数来做 就是说 后面 后面 我不是处于 处于四处不进 剩下来 它就把它补 补黑色补零 为什么这样走 用电脑比较容易读 一次 电脑一次读四个Byte 这样读 所以它会把这些插进去 好 那这里有个名词 先 我是讲 不一定会用到 就是说 这是宽度 假设 宽度是 680个pixel 是没问题 但还有一个叫step 有时候遇到step 那OpenCV有时候 叫你输入 它是几个step 这个step 就是说 它会把 不是四的 就是像这里到这一截止 它少两个 它少两个Byte 它才会四的倍数 它会把这里补起来 那这个 所以step一定是四的倍数 这样子 这你不用再去担心 它会帮你处理 会帮你补 不是让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一开始 我讲不讲慢 基本点 这样的东西 这是宽 然后这是高的 就四的倍数 就在这里讲 就在第20页这里 会跟你讲 它会是四的倍数 然后如果你的影像宽度不是四的倍数 它帮你自动补力 变成四的倍数 所以 所说你在做 就像我们的实验室 在做real time 都在做real time的时候 有时候你尽量让那个长跟宽 长跟宽 竟然变成四的倍数 就标准格式 像1920x1080 1200这种四的倍数 你在处理video sequence的时候 才会快 这会影响速度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 这里有些 有些什么 你一张影像 我看是这样子 但是它存在 它存到你的memory里面的时候 这个memory里面 它是上下电档 左右没电档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在那时候我去读 那个华盛顿大学的时候 他们大四的课 他们大四的课 都是很实用的课 那他们去 我们那时候摩托拉拉还在 这个摩托拉拉的半大地 那摩托拉拉有捐献一些很多电脑 给 给那个 那个 那我们就修那门课 大四的课 我研究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大四的课 会找方说 为什么 因为我去 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好像还没有 没有 就铲学的时候还是 虽然那么多年 没有 就是连接得很好 他面试的时候 会问 直接问他 就直接拿成绩 那一门课的成绩去 你要去摩托拉拉 他就讲过你修那一门课 大四的课 我那时候是奠基 一西亿的 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 不是面试 你申请摩托拉拉的时候 就是要把那一门课的成绩写进去 因为那个老师一定很公平 老师不敢随便 然后他会看你的成绩 那成绩好了 就不叫过来连持 成绩不好就不用叫过来 所以他们有些课 有些大四的课 是这样子的 很实用 那这些课 很重要一点是 他们有时候 公司会捐献 那个CAD CAD让我们用 那CAD都是几百万名的 所以我们修浪课 都会用到很多 很多公司里面的CAD 那CAD没好啊 你就很好啊 就是你用完 就帮公司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那台湾这边好像还没有做到 就是铲学这边没有做 那公司的面试也很轻松 那我们那时候有 我们那时候写组合语 那就是用试破器 就有一个 有一个试破器 那你才发现 原来这些所谓的显示器 显示的时候 它的Scan9 扫描器是从 下面扫上去的 它下面这样扫 然后再上来扫上去 那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所知道是 因为很久以前 显示器全部是 从Button这样扫 扫上去 所以你的影像存的时候 它会帮你把它上下 左右不电倒 上下电倒过来 所以从下面扫 扫完以后 就是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这样才会震的 你存在扫描器的时候 扫描器的时候 扫描器的时候 就upside down 这样子 大概 这样有这个概念就好 跟你讲一下 那我在 那个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Homwork 我在说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这个Homwork 是显示跑马灯 那个写字跑马灯 在试破器上显示 你要玩那个板子 也是类似显示板 那才知道原来制度 要是upside down 这样子 好 那我把这个 不要 下课 我们下课一下 待会再继续讲 好像同学有问题 我们下课一下 下课五分钟 再继续讲 同学好像有问题 聊天 老师 steps 这是整个拜彩的书 拜彩的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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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是不是红色的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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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样式的 对 对 对 因为好像另外一台 就像是这台 系列 对 我跟你一起 好 谢谢 我等你一下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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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